哎呀,你們都吃胖了 好,那有一個朋友問到一個 這個,政哥你的水 為什麼這麼乾淨,那濾水要怎麼解決 我今天大概講一下我的 做法 其實,我也有濾水,只是 不是看得很清楚而已 這個濾水是很難免的 尤其是在戶外缸 太陽這麼強的狀況下 一定會產生濾水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我這邊有 遮蔽,然後 這個地方就沒有長藻 這陽光照得到的地方 藻就長了很多 有沒有,這是難免的 那這些你也 不用,一定把它清乾淨 那看起來 是沒有那麼美觀,但是 偶爾藻類也可以當他們臨死 他們也喜歡去佐 只要隨體保持乾淨 不影響我們,這個觀賞魚的 不要影響太多就好了 不要影響太多就好了 那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 要避免濾水 就是光照要控制 在室內缸非常好控制 就是開燈的時間少一點 光線不要那麼強 可是 這把電池也不會聽你的 所以我 這邊的設置啊 是在一個 棚子底下 不是直接在陽光下的 但即便是如此啊 我還是覺得 不要全部都暴露在陽光當中 所以我這邊特地 就搭了一個 遮陽的地方 對,你 全部暴露在陽光下 讓魚沒有安全感 這邊起碼還有空間可以躲 太陽 所以 第一個 就是光照你要減光 那非常多的方法 你也可以去上面 搭個這個 蚵蚵啊 對 就是 讓陽光不要那麼強烈 就會減少 濾水的發生 綜合上述的一點呢 就是 光照要控制好 這個是第一點啊 第二點呢 就是這個 餵食方面 有人說 夏天的時候 這個餵食的 餵食要減少 這個 其實 也是對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不要讓飼料啊 流到那個過濾草裡面 因為你看這個 魚這樣 嗷嗷帶補的樣子啊 你不會它真的是忍不住 好啦,等一下餵你們 就是 我在餵食方式就是 一次少量 然後吃完之後 再倒下一次飼料 避免 我們的飼料啊 流到過濾草裡面造成污染 這個是在餵食方面的 我的 一個處置 好,吃完之後 再倒第二次啊 不要一次倒太多啊 因為飼料一入水 它就是造成污染 它就是一個污染源 寧願讓它吃到肚子裡面 也不要讓它流到這個過濾器裡面啊 流到過濾器裡面 它就是真的造成很大的污染 然後第三個呢 聽說放一些水生植物啦 也會 家庭吸收養分啊 就是造成綠水 就是水太肥了 就是這個綠澡 大量繁殖 所以造成綠水 那我有放一些水溶啦 也不是一些 應該是蠻多的 好 加點對水質有幫助吧 我想 再來就是 過濾要強大 這是沉澱穴 然後這是乾式過濾 然後這邊就是濕式的 就是濾材就浸在裡面 為什麼要濕式的 大家知道嗎 因為如果停電的話 你如果全部都是晾乾的 停電好幾個小時之後 消化菌就死光光了 所以你兩種都必備比較好啦 那如果說 只能選一種啊 我寧願選濕式的 因為會停電嘛 好 我這個在這樣設計的時候 這個像瀑布一樣 我們在瀑布旁邊 都會覺得很清涼啊 因為就是水會吸收蒸發的熱量 所以會讓水溫降下來 所以這幾天雖然很熱啦 但是我看這個水溫還是滿涼的 這個瀑布 起到一個效果 那還有一點是滿重要的 就是 這個魚的數量啊 就是說你養的密度不要太高 你養的密度高一定要 然後飼料投胃的多 然後產生的這個養分也多啦 那我設置這個 有過濾的話 就魚可以養多一點啦 啊如果你水體小 魚又養多 這個濾水就非常的難避免 一定會的 因為超窄了嘛 那還有個補救方法就是 每天換水 沒錯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講這個換水 那小鎮哥呢 後來看這個養多肉不行啊 直接種菜了 我就把這個養魚的水 拿來澆菜 然後新的水 再來補這邊的 把這個濾水啊 給稀釋掉 那其實濾水是沒什麼危害啦 你看青山濾水長流 對不對 裡面就有魚 只是說觀賞起來 不是那麼的美觀啦 其實不要太嚴重 我覺得都OK的 那我就是每天 拿來澆菜 然後把濾水稀釋掉啊 所以 因為你用自來水澆菜 也是蠻浪費的 乾脆用養魚水來澆 而且還很營養 你看菜長得這麼快 這大概就是我 這個戶外缸的處置方式 那水體要保持清澈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這我的觀念跟大家分享啊 看有沒有解答這位網友的疑惑啦 非常謝謝大家 這小政哥呢 對這個養護外缸的一些心得啦 跟大家分享 好 那祝福大家 周日愉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哇 這個再沒幾天就可以收成了 讚齁 另類的魚菜共生 拜拜 謝謝大家 你看看 怎麼都躲起來了 來 快來 不知道怕什麼